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H.U.R 其實我們來的時候有先開會討論 那我們其實都非常著重在 團體默契跟就是團隊精神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享受舞台 講到團體舞蹈我覺得講到團體 大家就會覺得舞蹈就是要很整齊 但其實並不 我們團隊都認為就是 舞蹈就是要有自己展現自己的風格 不一定要整齊劃一的才叫做團體舞蹈 我自己會覺得比起整齊啊 還有一些舞技方面啊 我會更著重在Killing Park 還有結尾妖精 那種最後有沒有找鏡頭啊 有沒有那種紮眼啊 雖然可以不用對著我紮沒關係 就是對台下的觀眾放電啊 或者是有沒有讓台下的觀眾 今天看完以後天啊 我好像在IG上找到那個人 我好像追蹤他喔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種魅力是比整齊更重要的 那我覺得要怎麼樣在Cover的表演中 做出屬於自己團體的特色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他有做出一些屬於自己的特色 我們就會覺得說欸這個蠻有趣的這樣 其實我覺得雖然它是個比賽 但真的就是享受這個舞台嘛 來把這邊把西門町當成自己的演唱會 好好的表演然後好好的 就是你知道施放你的魅力 對對對大家好好加油然後享受這個Stage 哈囉大家好我是齊小瓜 今天評分標準我一樣會非常嚴格 然後因為今天的另外的陪我的陪審團呢 是HUR然後他們也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所以對舞蹈要求我覺得我會更嚴格 因為今天已經是總決賽了 包括服裝我都會非常非常嚴格 今天喔因為我之前就是非常在意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用同一首歌 所以我今天比較在意的是他們有一些創意的表現 就像今天我們這個 我愛我相辦的這個MTV的舞蹈大賽 他是希望大家把K-pop拿來做全新的創意改變 而不是只是要單純跳完 所以今天我很期待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一些 改變的這個原本的風格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緊張 因為其實我覺得舞蹈比賽就是一個過程 像我自己也是從選秀出道那麼久 我參加過多少個大大小小的比賽 我也被淘汰 我去香港去日本花機票前被淘汰 可是我沒有因此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放掉自己想要追求的夢想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完成你的夢想 未來說不定你們可以跟我一樣一起站在這個舞台上 繼續表演 繼續當一個非常優秀的表演者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加油 因為今天是決賽 所以我們的評審陣容一定是不能馬虎的 說到這個團體 請到他們來當評審一定就是最棒的選擇 現場我知道有非常多他們的粉絲 所以不要讓他們失望 掌聲加尖叫讓我們歡迎HUR 我們有 是台幻電 上次的状況 我們要c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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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恭喜 恭喜 中文字幕 李宗盛